要來看關心一下 很可憐的這個小小孩 這是一個今年 剛才十七歲的高中的 這個女生小偉 對小孩在中 一種很繁監的一片 真的是無藥可以控制 無法自己來吃飯 只能每天哭到 煮這個營養車 她的北部已經會生氣了 只剩這外公 外媽給她照顧 所以真的今晚外公 可以跟她到三天 新宅三散佩服伯伯 今年十七歲高中生小偉 主持人在中環境的膝蓋細胞 症生症 到目前為止開過十二次到處 無藥可以控制 留所採取消耗系統一直生的肉瘤 主持人採大檔 稍等只剩十公分 除了嚴重消耗系統問題之外 出來的胎瘤也一直生 主持人到大痕 難過一百塊一粒燒水 雖然全部倒極水 不過藥瘤一直生 最近到秋十磅來開頭治療 主持人照顧她媽媽很痛苦 九十四年因為感情過新 然後北今年八月份 當中風變化到百會前過新 北部都不去 主持人照顧她阿公阿嬤 女婦也儘管 我罵說她真的是非常艱苦 成為一個月生日和醫療 非常不需要四萬多塊 不然全家只剩下小偉一個月一萬三 的心心障礙補助 說到現實的經濟問題 她也一直落馬賽 如果能繼續升學 當然是最好 我夢想是當動畫設計師 小偉不前 台北富江古中心臨 主動幫她發一個秀目 款 小偉她對求夢想的路 經過困難 記者中華報道